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南韩总统文在寅政府正在推进修正劳动法令,预将劳工全年工作时数降至1800角时以下,若政策推动成功,估计南韩企业每年将增加于12兆韩元支出,用以应征培训更多员工。 综合外媒报道,OECD经济合作继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,2016年南韩人平均工作2069小时,比OECD平均值1763小时多306小时。 文在寅进选期间曾经承诺将限制最高工作时数门槛,而目前这项承诺已经送进国会。 韩国经济研究院KARA在报告中指出,若当地劳机法修法过关,劳工每周工作时数上限为52小时,企业每年则需增加12。 3兆韩元约台币3641亿元的支出预估当中就。 4兆韩元约新台币2580亿元,用于雇佣26。 6万名员工已解决人力短缺问题。 2、7兆韩元约新台币741亿元,为训练和其他开销的支出。 每周公使的限制对南韩制造业冲击最大,制造业必须额外花费期。 4兆韩元约新台币2000亿,运输业支出也可能增加。 1兆韩元约新台币274亿元。 对照国内炒不停的牢基法修法,网友留言表示,台湾要学学,南韩的确太血汗,降工时是应该的,改变需要时间。